大家好 今天GIT旅游学院 环球旅游学院 来到了霹丽州 这个地方 太平 而这个地方叫做 La Root Matang 在从前呢 我一直以为La Root 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可是 追究到古代的历史 La Root 原来是一个大象的名字 据说这个大象呢 来到这个地方 失踪了 他的主人呢 都一直呢 在找他 叫他La Root La Root 最后三天后 这个大象回来了 脚呢 就充满着西苗 最后发现了 这个地方是充满着西的地方 在马来西亚 后现代化的历史当中呢 这里是一个 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墙壁呢 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的战斗机创下来 创下来了 造成了破坏 而我们当局呢 就保留了这个墙壁 使到我们对这个二战呢 有一个记忆和一个纪念在这里 而整个城堡当时呢 是属于一个马来 知名人物 叫做Long Jaffa Long Jaffa呢 他发现了这个西苗之后呢 就在这里呢 很快的就富有起来了 而这个La Root 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就称这个为地方 做La Root 其实是太平的La Root 过后呢 这里呢 也一直通到 十八町的河流 一直到港口呢 当时呢 是把增税过后的 这个西苗呢 运出海 所以这个地方 曾经就是Long Jaffa的住所 也是一个英国人增税的地方 后来呢 成为马来西亚的私讯学院 过后在七十年代呢 更加成为一个小学 今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 很知名的博物馆 里面收藏品呢 非常丰富 所以对旅游业来说 是非常重要哦 谢谢各位